接下来给同学们介绍一下使用优酸木的这个终端命令来设置用户登录的效 那首先让我们切换回乌班图 老师给大家介绍一下什么叫做效 来我们切换回乌班图 同学们我们要想使用终端命令 是不是首先应该点击任务栏上的终端图标 点击之后乌班图会帮我们打开一个终端窗口 我们在这个终端窗口中就可以输入终端命令 对吧那现在老师晃动的这个终端窗口啊 就叫做效 所谓效呢 就是可以输入终端命令的窗口 效是一个软件 那现在我们看一下当前这个python用户在乌班图系统下 效的显示情况 你们看我们是不是每一次输入终端命令的时候 在输入前都有一个dollar符号 对吧 而在前面呢会显示当前这个用户名 紧接着一个at符号跟上我们当前计算机的名字 乌班图 然后在冒号后面会跟上一个波浪号 这个波浪号就表示我们当前所在的工作目录 对吧 这个是当前python用户使用shell的一个显示情况 一目了然 那现在同学们再让我们把窗口啊 切换到windows xp 大家来看一下 我们用charshell登录的张三用户显示的情况 同学们看 现在只能看到一个dollar符号 对吧 如果老师敲一个pwd回车 回车之后告诉我们 哎 现在在张三用户的加募录下 如果我们敲一个who mi回车 哎 会告诉我们大哥你叫张三 这个是在charshell里面使用shell的情况 那再给同学们演示一下啊 如果我们cd到根目录 然后ls回车 大家看回车之后只能看到这些目录或者文件 现在同学发现没有 在charshell里面查看文件的时候 有颜色吗 并没有颜色 对吧 现在再让我们把虚拟机啊 切换到ubuntu 大家来对比一下 同样cd到根目录 然后ls回车 同学们看 回车之后我们看到浅蓝色的是目录 这种亮蓝色的是文件 哎 目录和文件一目了然 并且我们在dollar file前面 既可以看到当前的用户名 也可以看到当前所在的工作目录 哎 细心同学发现没有 现在python用户使用的shell和xp里面 张三用户使用的shell并不一样 对吧 这是为什么呢 来 让我们回到笔记 可以吗 在ubuntu下 我们使用useradd添加一个用户之后 这个用户默认使用的shell叫dash 它有一个非常严重的缺陷 来同学们 再让我们回到xp 老师现在如果按一下向上的键 大家会发现什么 显示的是一堆中号大写a 对吧 如果按删除键呢 哎 又control h 如果按向下的键呢 哎 显示显然不是我们想看到的 对吧 这个就是dash这个shell啊 在windows xp中显示让人非常不满意的地方 那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呢 我们就可以用笔记中老师给大家写的这个中端命令 来指定一下张三用户登录的shell就可以解决了 你们来看一下这个命令格式啊 我们在user mode这个命令后面增加一个小写的s的选项 然后呢指令一下我们用户要使用的shell名称 在这里我们用一个绝对路径 表示根路下bin目录下的dash 然后在后面跟上用户名就可以 来让我们回到ubert图来尝试一下 现在老师回到虚拟机 把窗口切换回ubert图 在ubert图中老师首先敲一下su do 然后呢user mode-s 紧接着我们输入一下给用户指定的shell名称 bin下的bash 现在再跟上用户名张三 然后回车 回车之后我们输入python用户的密码再回车 好 现在张三用户的shell就已经指定完成了 让我们回到xp来验证一下 老师切换回xp 同意们 现在如果老师啊 直接输入ls是没有效果的 那怎么样能看到效果呢 哎 机制的同学都反应过来 先退出一下 再重新登录 对吧 那现在老师啊 需要一下exy的退出 退出之后 我们仍然用ssh来连接一下 而且啊 张三at172.16.140.138 现在回车 紧接着我们输入一下张三这个用户的密码连接 连接之后 同学们看张三用户现在登录的shell显示已经变化了 有名字 有机器 有工作目录 对吧 如果我们ls查看一下根目录下的文件件 现在注意看 哎 同学们 有颜色了吧 这个就是改变了shell之后 我们看到的一个效果 好 介绍到这里啊 老师呢就给同学们介绍了一下 使用user mode来改变用户默认的登录shell 因为啊 在Uban图中 用户默认的shell叫做dash 这个dash呢 在xshell软件中使用起来并不方便 所以老师给大家分享的一个 用user mode来指定用户默认shell的命令 同时老师再提一点啊 同学们 之前给大家介绍etc下password这个文件的时候 老师呢 并没有给大家介绍最后一个选项 其实啊 在etc下的password的最后一个选项 就是指定的用户登录使用的shell 来 现在让我们回到Uban图再确认一下 来 老师切换到Uban图 然后呢 用cat 然后etc下的passwd 现在老师回车 回车之后 刚刚我们是不是指定了张三这个用户登录使用的shell 那同学们看最后一列是不是斜线bin斜线bash 而李四这个用户和网五这个用户是不是并没有指定shell 所以啊 李四这个用户和网五这个用户 末尾只有一个冒号而没有内容 如果我们希望新建的用户登录到Uban图能够看到大颜色显示的shell 那么我们就可以用这一小节中老师给大家讲的user mode这个命令指定一下用户登录像就可以解决了 好 讲到这里 老师就暂停一下视频